第一線的分配不均也引發了爭議 這是在北醫 好 就有員工來爆料 說院內還有第一線醫護人 根本就沒打到疫苗 院方卻讓有參與臨床試驗的員工 可以準時的打第二劑 礙於疫苗有限的情況之下 這根本就是罔顧醫護安全嗎 好 但是對此 這院方就回應了 目前全院的接種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九 參與試驗計畫者 都是符合政府公告的第一類資格的 未來在資訊會更透明 避免員工出現疑慮 醫院門口病患進進出出 還有不少民眾正在快篩 辛勞的醫護屬於高風險族群 但現在卻被爆出 堅守崗位的抗疫英雄 疫苗居然打不到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員工 向媒體爆料 院方為了臨床研究的品質 來犧牲地線醫護施打疫苗的權益 院內員工爆料 北醫三月底開始施打 政府配發的A例疫苗 當時接種的員工 可以選擇是否也加入 院內臨床試驗計畫 礙於近日疫苗數量吃緊 院方不顧還有高風險醫護 還沒打第一劑 竟通知臨床試驗受試者 準時接種第二劑 痛疲院方根本罔顧 醫護健康安全 對此北醫也發出四點聲明 配合中央政策施打疫苗 而且全院接種率打百分之八十九 參與試驗計畫者都是第一類施打疫苗的對象 未來同步也會強化資訊 公開與透明 避免員工有所疑慮 當務之急就是確保第一線醫護 都能完整打到疫苗 避免再度出現破口 記者綜合報導